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端午节赛龙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 执法员们在甲板上用舰艇损管木支柱和绳子作为道具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汉地龙舟比赛 执法员们用一根50多斤重2米长的木支柱作为龙舟 四人一组齐跨在龙舟上 用手提着绳子斜坐向前迈步 看似简单的道具和活动 在执法员们的热情参与下也赛出了龙舟的样子 今年比赛拿到了第一名 我和我的队友们都非常的高兴 在枯燥的环境当中多了一项这样的活动 一是可以放松心情 二是可以锻炼身体 而且这样的活动的话有益于增进我们同事之间的感情和协同团结的能力 除了汉地龙舟比赛 包粽子也是海警执法员们喜爱的一项活动 他们都想通过亲手包的粽子 让大家尝一尝自己家乡的味道 这个是这个花宝的和这个玉米的 我们的执法员来自这个五湖四海 每个这个地方的这个执法员的口味都不相同 所以说要保一些这个能适合大家 比较口感比较好的存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